南非一家酒館上個月發生 二十一名青少年離奇死亡的重大案件 警方調查之後發現 這些暴斃的年輕人 體內都驗出甲醇 懷疑他們可能喝到了甲酒 在這場集體葬禮上 家屬和同學們都為逝去的年輕生命 感到悲痛欲恆 南非東開埔省東倫敦市一家酒館 六月二十六號發生二十一人 集體離奇死亡的慘劇 死者大多是年齡介於十三到十七歲的青少年 相關單位經調查後 已排除酒精中毒或一氧化碳中毒的可能性 但發現他們體內都驗出甲醇 甲醇俗稱工業酒精 它雖然和飲用酒所含的乙醇結構類似 卻對人類具有劇毒 物實的話可能導致失明甚至死亡 但是在許多劣質非法販售的甲醇 製造商往往會用廉價的甲醇漁木混珠 謀取不法利潤 南非二十一名死者如何食入這種 劇毒物質 體內甲醇含量是否足以致命 都有待進一步釐清 而案發地點的酒館業者和員工 因涉嫌違法賣酒給十八歲以下青少年 稍早曾被逮捕 目前已經交保 警方表示 在查明事件真相後 將會要求觸法者負起刑事責任 而這起案件 也暴露當地未成年酗酒問題 公視新聞曾慧敏編譯